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奧數學家的前瞻 雖然官方公告還沒出來 遊戲活動也沒開起來 所以這樣先講好像又有翻車的機率 但是我們也不管他啦 我也不管他啦 我沒時間跟你拍片啊 你要搞就搞吧,不理你了 久違一個禮拜見一次有沒有很想我啊 觀眾,噁心 對不起,搞錯style啦 不好意思,搞錯了 那今天除了講奧數學家前瞻以外 我待會應該還會講一下保障研究所吧 所以我昨天到底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那邊修修改改 打了那麼一大喘,結果今天要拍影片 小丑 到底到底在幹嘛 真小丑 好了,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奧數學家吧 那奧數學家 奧數學家呢 他的裝備組啊 他的裝備組 長的就是 煩心這副德性 煩心這副德性 那 這貨啊 呃 完蛋了 我又忘記那一件強化裝備是誰的了 是哪一件的強化版 唉,怎麼 剛剛 剛剛開始前我還記得的 怎麼 我現在就忘記了 呃 取而代之的是 腰帶 齁 取而代之的是腰帶 所以你可以知道 從裝備方面來看 跟煩心相比 已經是一個輔助了 那他跟煩心相比 失去了更多的輸出能力 失去了更多的輸出能力 雖然說補了那個 腰帶是血跟雙抗吧 對 雖然補上腰帶 就是血跟雙抗更高了 那就是這隻角色很明顯的 喔 很明顯的 四肢 輔助跑不掉了 而且 打傷害的部分 他可能 從裝備上就有的先天缺陷 喔 就有的先天缺陷 這是比較沒有辦法的事情 然後呢 所以他的 所以他是一隻三血裝啊 三血裝都有的角色 他沒有紅甲 他是藍腰啊 所以他是一隻三血裝都有的角色 那強化的呢 就是另外三件 藍袍 法杖 跟鞋子 法杖跟鞋子 大缺貨啊 利利斯 能不能冷靜點 能不能冷靜點 不要每次都法杖鞋子 藍袍 法杖組舞 每次都是 藍袍組舞鞋子 藍袍組舞鞋子 唉 受不了 雖然說 如果他給到不是 藍袍組舞鞋子的角色 頭會更痛就是 欸 很尷尬欸 反正他給 他給 藍袍 紅甲 組舞鞋子 給這種 肯定穩 不會錯 那你給到什麼 血裝 你給到什麼 血裝啊 然後像上一期我們講到的項鍊啊 就會 就會很尷尬 但是卡裝的時候你就覺得 你可不可以給別的啊 但是看到那些別的就 這角色好爛喔 齁 就是這樣有點尷尬的狀況 所以從裝備來看 這角色 跟一隻 舊時代輔助相比啊 更斧了一點啊 跑不掉啊 看來傷害是沒有啦 傷害是比較沒有這回事啊 所以我們來看我們的奧術學家長什麼樣子吧 方的扁的 唉呦 唉呦 地精跟烏妖進來了 那奧術學家長這樣子 那大絕呢 範圍AOE啊 範圍AOE 帶沉默跟減數 那這隻奧術學家主打的就是減數啦 他主打的就是減數這個屬性啦 對啦 那就是公道價的減數大概是30% 就是肉眼看得出來有減數的那一種減數 那接著他的第一個小技能 是一個開場施放技能 簡單來講 要嘛是回能量 要嘛就是回能加減數敵方全體 那有人就 唉開場減數敵方全體 滑散 唉冷靜 冷靜 我忘記先跟各位講一件事了 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呢 我個人的關注度是低 低到不行的那一種 懂的觀眾聽到就都懂了 正常一隻強力角色 我的關注度不會是低 我的關注度不會是低 所以如果他的減數能應付划算 關注度不太可能是低 這樣懂了 反正就是一個開場 要嘛是單純回 單純回我方全體 我方全體嗎 應該是 自己回能 全體回能 要嘛是我方全體回能 要嘛是 我方全體回能 跟敵方減數 那個回能的數值不一樣 那那個減數的數值不足以 不足以去影響 滑散的加速 不足以去影響滑散的加速 所以在你沒有滑散的情況下 要用奧數學家去減數對面有滑散的隊伍 結論是對面還是比你快 對面還是會比你快 對 所以 不是太實際 不是太實際 那他的第二個小技能呢 是一個禁錮 禁錮 帶 帶神聖傷害的 那神聖傷害那個數值 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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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雖然是個單體技能 但是 他這傢伙本身就是因為 裝備 裝備已經少了法爆了 那 魔攻跟 魔攻在少了智力的情況下 也少了 魔攻在少了智力的情況下 也少了 所以 整體的屬性 真的是不用太期待他的傷害 這個神聖傷害就當多德了 那 最後是一個 他本身自己的buff技能 他會讓自己 快 獲得一個 持續回能的buff 那如果 這個buff持續期間 自己或 自己或 如果隊友 那個 就是 殘血了 DELTA的殘血就是30% 那就會轉換成一個回血效果 那同時帶減傷 那他的技能敘述裡面呢 有每秒的 有每秒的回能 有 治癒的數值 減傷 沒有血 嘿嘿 嘿嘿 減傷沒有血 你他媽 莉莉絲 幹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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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整體看下來 就是一隻 一個 AOE減速 應該說兩個AOE減速 兩個AOE減速 一個禁錮 兩個AOE減速 一個禁錮 那真的是一隻 整隻角色 看起來就是輔助啦 他的傷害技能 只有他的大絕 跟他的三技 其他 其他技能是都沒有傷害的 所以總的來說 這隻角色 一開場就 光看技能組 就是有點堪憂啊 光看技能組 就是有點堪憂啊 作為輸出的可能性 幾乎是不存在啊 那控制又不是說 最強的控制 就是 最強的控制呢 減速是能讓人很不舒服 沒有錯 但是 在不夠多 在減速 趴速不夠高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 造成人家的困擾 但是 不礙事 造成人家的困擾 但是 真的是無妨啦 沒關係啦 所以變成說 嘿 這隻角色有點尷尬啦 那塔羅牌 看到是自立系 不是啦 寵物啦 看到是自立系 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就是雙貓 雙貓虛體 怎樣能活 你就怎樣選 那接著是塔羅牌的部分 他是正義月亮魔術師 那 在 減速 已經是個 能被 能被減免的 控制的情況下 再不帶正義 那 這隻角色真的 存 沒有存在的意義 喔 就像我說的 減速能讓人不舒服 但是真的是沒有大礙 那如果這時候再被減控給吃掉 他的那個持續時間的話 那你這隻角色存在意義是什麼 你存在意義是什麼 你存在意義是什麼 存在意義為0 存在意義為0 很 很悲催的一隻角色 所以塔羅牌正義月亮魔術師 真的是 沒得商量 就是正義 就是正義 你帶月亮跟魔術師這貨 也是打不出任何傷害來的 前瞻大之上是這樣了 所以這隻角色 其實也不用等什麼懶人包了 懶人包就是我對他的關注 我對他的關注度 有夠低 那這樣懂得就都懂了啦 聽得懂了齁 懂得都懂了 聽得懂了啦 那 秉持著 本人是個YouTuber 不是個寫手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這個禮拜 都沒有發影片 我們錯過了些什麼東西齁 上個禮拜的更新嘛 我看一下 奧數學家嘛 奧數學家 要出 喔對齁 公告有寫說 這禮拜要出了齁 喔對啦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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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剪掉 呵呵呵 那通行證嘛 一界三嘛 那出租英雄 出租英雄 那個 不是玩王之塔啦 不對不對不對 出租英雄啊這邊啦 出租英雄這邊 那 就是你可以租這些啦 你可以租這幾隻啦 然後有人可能就會很開心 耶有謝師傅了 阿飛了可以屌打人家了 等 停 行 他們都只有二星 他們都只有二星 差別在於 他們差別在於呢 欸你看 藍色橙霧 欸 藍色鴨人 欸 橘色秘法貓 然後塔羅牌 從沒有 到綠色 到藍色 差別在這裡 那星星 都是那個可波的二星 都是那個可波的二星 不過 有一說一 其實二星的阿飛 欸 二星的阿飛是有料的耶 二星的阿飛其實是有料的 當初有說過了 三星的阿飛是最爛的 因為技能沒有 技能沒有buff到 血量還變多 導致開大變慢 所以最爛的阿飛是三星的 再來是二星的 然後再來是四星的 最強的阿飛是五星的 欸 所以二星的阿飛 其實是有料的耶 欸這樣講一講 喔 二星的阿飛其實是有料的 那其他幾隻 二星就 呵呵 哈哈 嘿嘿嘿 可以豬來慢慢看 那 豬的那個貨幣呢 就是 你打榮耀競技場的時候 他有個每周的獎勵 喔 喔 賽季勳章啦 賽季勳章啦 那就是周 周獎勵 欸 那個勳章到底是怎麼拿 那個勳章到底是怎麼拿 對啊每周結算啦 每周結算到段位跟排名發勳章啦 所以就是你要打 你要打 你要打至少有一定排名 然後你 你就可以每周拿到勳章 那這個勳章 除了可以解鎖這邊的獎勵以外 跟這個 租賃這邊的這個貨幣 是1比1的 齁 是1比1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 每周都有打的話 你就可以拿來這邊租角色 那為什麼 我現在突然看到 二星阿飛是免費 哇 為什麼是免費 難道是官方知道他真的很有料 所以就免費嗎 奇怪了 二星阿飛是免費 反正這邊5隻啊 個人建議阿飛是真的可以租來玩玩看 二星阿飛是真的有料 那謝師傅跟雷歐利二星半斤八兩 那另外兩隻那真的是慘不能賭 另外兩隻只能說是慘不能賭 那接著下禮拜的更新 上禮拜的更新提到的 還有那個商城的那個什麼 那個這兩個皮膚啊 這兩個皮膚比較有價值的啦 雪狼領主啦 這是稍微比較有價值的 如果你有著重在新門這一塊 你的鑰匙也有餘育的話 這個皮膚在新門還是可以發揮不小的作用 那接著是商店更新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那陣營水晶開放上限 那其實這一次的陣營水晶 除了開放等級上限以外 它還有提升 它還有提升試煉之塔裡面的那個產量 它還有提升試煉之塔裡面的產量 所以其實如果有在刷的人就會發現 升等的速度 或者是你真的有厲害到有去記得 那個打出來的量的人就會發現 其實同一關的量變多了 變多了 所以它雖然一口氣開了20等的上限 但是它另外帶來的就是 它有額外給予那個 它有額外給予那個量的提升 所以其實說會提升多慢 也慢不到哪裡去 然後其實就像我文章裡面講的 我現在真的只是沒有時間拍而已 現在我之前卡關的那些關卡 我都有去點那個通關陣容了 已經很多魂俠混合成通關了 雖然大部分都是魂俠角色混那幾隻很頂的合成 那就是目前塔 在我停拍之前那些關卡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了 以現在狀況來講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這一年來出的角色有多麼鬼扯就好了 心機魔導師 那豬王就是 豬王 那寶藏研究所 待會兒講 待會兒講 那紅蟲那個 紅蟲那個大大姐 那個大大姐 它的主要問題是 它現在已經沒辦法取得了 但是還是講一下 它的主要問題是 它四肢力量蟲 結果給法傷法爆 那也就算了嘛 那就是坦 比較坦型的 輸出法師可以拿嘛 那可是它給的法傷法爆 是給在開場10秒 開場10秒 不是開場5秒這種 超快速前期施放 那 等於說那種第一波爆發角色吃不到 那開場10秒 施放之後它有個持續時間 那我大絕通常最快最快 大絕施放也就是1分15了 不然就是某些很極端狀況下 突然被打到殘血 殘血滿的那種狀況 才有可能更快 不然現在最快最快的大絕 也就1分15秒 就是開場15秒過後 那 除非你是真的是1分15秒這一群 不然這個buff的時間 很容易在你開打之前就消掉 那這個法傷法爆拿了個寂寞 真的是拿了個寂寞 只有小技能能享受到 比較尷尬是這樣 那二技能呢 多段傷害帶絞蟹 多段傷害帶絞蟹 當前寵物理論值傷害最高 那第一是 是法師還是牧師的AOE 如果擊中5個目標的話 那是寵物理論傷害值第一 那一樣對太太來講沒有什麼傷害 那對新門來講很猛啊 反正現在 現在陸服那邊有個說法 我們不要說人家寵物爛 那只是你不會用而已 客氣點 心門神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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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所以現在陸服那邊 憑寵物的時候 只要出現心門神寵 這四個字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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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回家了 懂了齁 各位以後不要說紅寵爛 心門神寵 懂嗎 不要亂說人家懶啦 對不對 真的是有勾擊車 那反正 這個技能就是真的是 傷害比較可 傷害算比較可觀 那帶的絞械有一個問題就是 同樣目標重複擊中 那個控制時間是不刷新的 那個控制時間是不刷新的 我第一下打中絞械3秒 那我第二下用打中他那個3秒不會刷新 會跑1秒變2秒 我第三發又打中他那個絞械會再少1秒 我第四發再打中他 我的絞械變0秒了 我才會重新再上一個3秒的絞械 我才會重新再上一個3秒的絞械 而且我剛講的這個狀況是 他都擊中同一個人的情況下 才能讓那個絞械延續下去 那如果他沒有擊中同一個人 絞械斷了尷尬啦 控制沒啦 那不過第二個 第二點是他雖然說目標是隨機選擇 但是他的 根據人家的實測 他施放幾乎是 對自己身旁最近的角色 最近的角色 所以不會發生什麼 飛彈放出去 動動動動動動 欸把對面後排秒了 這種事不太會發生啦 頂多就是對面刺客切進來 然後我 技能大絕開出來 動動動 欸把儀式切入給秒了 這是比較有可能發生的畫面 那結論就是 大大姐他的屬性 他的綜合屬性很高 他的綜合屬性算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技能就 嘿嘿 技能就嘿嘿 技能就是心門神寵 心門神寵這樣懂了齁 那剩下的就不用再多說了 那他目前也是暫時沒辦法取得了 那下一次復刻 心門神寵 應該是沒有特別去取得的必要啦齁 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那 啾吉塔羅牌 啾吉塔羅牌現在還有嗎 沒了嗎齁 那時候也有發文了 之前也只是發文而已 那講講重頭戲啊 寶藏研究所啊 寶藏研究所 那 可以看到的是啊 這邊他畫了大餅啦 他畫了大餅啦 有五個寶藏啦 那目前第一個寶藏 有四隻角色來講 我們可以期待未來還有至少 16到20隻 甚至更多 會不會更少不清楚啦齁 會不會更少不清楚啦 反正就是 依照目前狀況來講 我們可以期待未來還有 16到20隻角色 16到20隻角色 會推出啦 會推出寶藏研究所 那進來之後呢 他的這裡預設是這樣齁 是 是要播放的 你要按下去播放 欸才會開始跑 那 這邊就是你買那個 所謂記憶碎片的地方 然後買到之後呢 你就把 等級相同的 合成 拉在一起 那他就會往上升一等 那 欸這就是錢不夠 錢不夠 那為什麼你們 剛會看到我 跳了 買了個12 買了個11 然後買了個9 買了個8 因為他的選擇 他的選擇邏輯是 欸感謝觀眾提供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發現他一直 兩個兩個一組買 我以為他是 強迫讓你合成 後來他觀眾說 不是 你後面點9了 你就會發現 欸他 他 是用他的 產量 欸 產量去除錢嗎 產量去除錢嗎 應該 對啦 產量除 就是產量除錢 那每一單位的錢 能買到多少的產量 每一單位的錢 能買到多少的產量 我沒記錯吧 那每次這種 出來出去的都會記錯 看一下 對啦 產量除售價 產量除售價 每單位售價最高產量 他會買 你一單位售價能 產出最高產量的那一顆啦 所以他就會這樣 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跳一直跳 那理論上 理論上 你就讓他自動買 你能拿到的產量 會是你 以你現在有的錢 能拿到的最高產量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的邏輯就是這麼寫的 沒有問題 但是 相對的是 你會拿到很多的 雜雜的碎片 你會拿很多雜的碎片 那麻煩的點就是 你到時候要合成上去的時候 你還要額外去處理這些雜的碎片 那就變成是 你合成上去的速度 會比那種 相對那種有乖乖安排 乖乖安排順序的人來講 會比較慢 你的每分鐘產量 會比人家多一點 但是人家的合成速度 會比你快一點 大概是快 大概就是快一個等級 所以 就看你要方便還是要自己安排一下 我現在就是隨便了 反正最後都會滿 那剛剛 這邊忘記講 泰坦助力這邊 泰坦助力這邊 這邊可以勾十隻角色上去 這邊可以勾十隻角色上去 那 一隻 一隻五星的指定角 一隻五星的指定角 就是15% 所以 十隻五星的指定角 就是150%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這邊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現在135% 我放了一隻二星助光守衛 147% 那下面呢 我放了一隻五星的庫拉皮卡 145% 換言之 二星的指定角 屌打未指定的五星角 那我相信 如果它是一星的話 如果上面有一隻一星的角色存在 那它應該會是那個146吧 對吧 我猜應該是146 對應該會是146 仍然屌打未指定五星角 仍然屌打未指定五星角 所以 在選擇的時候 在選擇的時候 請把上面的勾完 不管上面星數多低 只要它有粉色星星 你就派它上去 那這樣 就能達到最高效益了 如果上面勾完了 你十個還沒勾滿 你再往下去找 你再往下去找 因為下面就算是星數高 也高不過上面的一星 也高不過上面的一星 那這邊就是合成合成 合成完之後 每到一定等級它會 反正就是每合成 每合成出一次更高等級 像我現在就是16是我最高級 如果我現在合出17級的卡牌 我就會拿到一顆魔能石 拿到一顆魔能石 跟一些這個研究經費 拿到一些這些研究經費 然後好像每五等會額外送東西 因為我剛剛合到15等的時候 我好像有拿東西 但我忘記拿到什麼了 那10等的時候是粉色裝備箱10箱 粉色裝備箱10箱 那這邊就是你每分鐘的產量 跟你當前有的研究經費 這個掛機介面 律師最會的 這個是他們專門的 那接著 接著接著 我們來講到 魔能星盤 也就是個天賦盤的部分 這個天賦盤的部分 那這個 才是真正對你遊戲本體有影響的 剛剛前面講了那麼多 那一整串 對你的遊戲本體影響趨近於零 為什麼趨近於零 因為可能拿到那個 我文章裡面有PO一張圖 就是右上角有一顆珠子 拿到那個神秘寶珠 那兩顆神秘寶珠呢 可以合成 那個混沌寶箱 混沌記憶寶箱 抓到 簡體字沒校正 抓到 反正就是可以拿到這個混沌記憶寶箱 兩顆可以合成這個 前面那一堆步驟 唯一可以對你遊戲本體造成影響的 就只有這個混沌寶箱 那我昨天我本人的帳號 我自己的帳號 也不是我自己的帳號 我的本尊 開到金蛋兩顆 那我的分身開到 888 記憶 泰坦記憶精華 我就不懂了 這個分身到底是在 不懂不懂 那我們這次再來開一下 拿到什麼呢 欸 泰坦卡包 可以接受 不錯不錯 拿得不錯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進 對遊戲能造成影響的這個本體 這個天 這個我稱之為天賦盤 我稱之為天賦數 那這個魔能石 魔能石就是每生出一次更高級拿到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天賦點 那60 滿60點是可以把這整盤點完的沒有問題 所以各位你就安心的放心的去點 那如果真的點錯了怎麼辦 點錯了怎麼辦 可以點這邊 是否重置加點 是否重置加點 重置冷卻時間47小時 兩天可以重置一次 重置完又是一尾活龍沒有問題 安心 對啦 重置完又是一尾活龍 所以安心去點沒有問題 那這邊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 這些小點 這些黑黑的圓形的小點 就是加一些基礎能力值 加一些基礎能力值給你 那這些方形的才是重頭戲 這些方形的才是重頭戲 他們可以讓這四隻 這四隻角色 這四隻角色 有一些本質上的變化 本質上的變化或技能的加強 對 因為合成角是技能的加強 魂俠是本質上的變化 這個有點偏心的有點明顯 而且 而且 合成角是1加2加3 要1點2點3點 點到一個關鍵天賦要6點 點到一個關鍵天賦要6點 但是 那個魂俠1點3點 只要4點就點到他的關鍵天賦了 只要4點就點到他的關鍵天賦了 不過反過來想就是啦 其實也沒有啦 原本我想說反過來想就是 魂俠少拿 少拿一個天賦後來想 不對他旁邊這邊有兩個分支 他旁邊這邊有兩個分支 對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少拿啦 也沒有少拿啦 而且 人家的 人家的分支尾是3點 他的分支尾 是2點 嘿 啊嘿 怎麼這麼的 明顯的差別待遇呢 反正魂俠就是比較高貴 沒辦法 魂俠就是比較高貴 好啦 那我們來簡單講一下這關鍵天賦 關鍵天賦的部分 時空閑者時空屏障 有護盾時完全閃避傷害機率三升10% 那其實我也提過好幾次了 就是把 時空四星的那個 至寶 直接 削弱之後 下放到變成常駐功能 下放到變成常駐功能 那 時空閑者 就老實 就有在持續關注我的頻道觀眾 就知道 我被時空閑者噁心過不止一次 而且 很丟臉的是 我不是被四星時空閑者給噁心 是被二星時空閑者給噁心 相信各位如果有持續在關注的應該有印象 我被二星時空閑者噁心的不止一次 所以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 惡心時空閑者 就算沒有四星能夠閃避 已經有惡心人的本錢了 還有 把你惡到你輸掉的本錢 對 都有這樣的本錢的 那在拿到這個 弱化的四星自保之後 那個生存是大大的buff了 就像我講的 1到2 這是100% more 但是 0到10 哇 這是無限 突然就有了無限的可能性 那但是這邊 話說回頭 話說回頭 雖然這個增強 算是一個無限的增強 算是數學上算是一個無限的增強 但是 但是 一樣 他就只有10%的閃避機率 雖然是說什麼傷害 都有10%機率可以閃掉 但是 也就10% 而且要他有護盾的情況下 所以你要是 這個10%在你有護盾的時候 一直不判定 一直不判定 然後等你沒護盾了 我想要判定了 可是要有護盾才能判定 那你10% 那你10% 所以比較尷尬的是這樣 雖然說啦 時空閒者 他其實 還蠻時不時在離場的啦 他的 他的進場狀況是 他的進場 技能是離場的狀況 所以其實要挨打的機率 已經跟某些角色相比 低很多了啦 那但是還是 暴斃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暴斃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那所以 個人最簡單的解讀 如果你會覺得 審判是只可以帶來奇蹟 可以逆轉戰局的角色 你好愛 我好愛用這種 毒狗角色 我就毒 那我跟你講 時空這個天賦點了之後 你很適合把時空拿出來用 時空的載智能力 時空的載智能力 噁心人的能力還是有的 只是生存一直是 他的短板 那這個核心天賦出來之後 生存 他的短板就稍微長了一點 噢 他的短板就稍微長了一點 就比較沒有那麼堪憂了 是這樣的 那接著我們往下走 我們來看到成熙之星 那強效魔彈 就是他變成惡魔形態之後 身為的魔彈 次數上限增加四次 那他原本的 他原本的那個至寶 已經把它加到六次了 那再加四次 所以有總共變成十次 那觸發間隔縮短一秒 你把它點 你點了這個技能之後 就是你把它點了之後 他的說明其實是有被砍掉的 他的說明其實就被砍掉 他這裡會寫間隔縮短一秒 那可惜他的自寶那邊寫的是 間隔縮短 沒有寫幾秒 所以是間隔縮短 那魔彈這個技能是 他變成惡魔形態之後 你每三發普攻可以拿到一發魔彈 那魔彈可以在有敵人貼身的時候 對他造成傷害並且把它彈開 對他造成傷害並且把它彈開 所以就是 陳希的惡魔形態的放風箏能力 又更猛了 陳希的放風箏形態的那個 惡魔形態放風箏能力又更猛了 就是從 短時間內六次變成短時間內十次 更不怕人家貼身了 是這樣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強效聖恩 各位看說明一樣記得我說的 這個說明是有被砍掉的 這個說明是有被砍掉的 所以他是聖恩觸發轉化護盾的傷害比值 降低五千 五千不是五百喔 如果五百那是真他媽垃圾喔 他是五千 那簡單來講就是 陳希的那個鎖血技能 從鎖血兩萬 鎖血兩萬給五千五噸 變成鎖血一萬五給五千五噸 那整體來講 BUFF算是不小的 BUFF算是不小的 但是啊 但是啊 問題 問題就是 從以前 從以前 好啦我們把整個天賦 關鍵天賦講完 我們再來談這個 陳希有得了 陳希真的是有得了 有觀眾給我題材真棒 有觀眾給我題材非常棒 陳希有得了啦 我們待會再來聊 那你只要知道 陳希強化是 摩蛋跟聖恩這兩個技能就好啦 整體來講就是 放風箏能力跟抗打 單下抗打能力更強啦 單下抗打能力更強啦 那我們來看小德這邊 小德這邊拿到的是 強效大帝之怒 該技能的每級持續 就是鬥特傷害啊 每級增加100點啊 聽起來好像不多 欸 可是這個技能有71級 點滿可以增加7000億的鬥特傷害 這招本身的傷害只有1600 等於說 他的總傷害 變成了原本的五倍 翻了四倍多 四百趴末 四百趴末 而且 這招的施放是敵方全體 那我們不 不說 對面有什麼召喚物什麼之類的 就五個人的狀況下 這傷害就 總共提升了16倍啊 總傷害是 以往的20倍啊 也不是啦 也是四倍 也是五倍而已啦 因為以前就綁五個了 那另外呢 這招除了造成傷害以外 那個持續流血 那個持續流血 還會幫小熊補血 換言之 換言之 如果你在全榜的情況下 你點到這招 點滿71級 敵人五個全榜的情況下 小熊每秒會獲得四萬多的回血 四萬多的回血 這個回血蠻可觀的 蠻可觀的 真的是賺爛了 但問題是 回血是要建立在你活著才回得了血 死人是回不了血的 那現在小熊 一天到晚 在黑白跟 棕色之間轉換啊 跟某個台V一樣啊 不對 那個台V早就從棕色 燒成黑色 現在變黑色娘炮了 這樣會不會被搞 會不會被搞 好啦 反正就是 現在小熊處境比較悲粹 就是他會一直在 黑白跟棕色之間 瘋狂來回切換 長大的機會有點看臉 長大的機會有點看臉 那這僅限於PVP的場合啦 PVP的場合 現在小熊的處境 真的是比較悲粹啦 那但是 但是啊 在PVE的場合 小熊還是很硬的 還是很硬的 那再加上這個 強效大帝之怒的狀況下 而且這個 強效大帝之怒的取得 還相當簡單 六點就有 六點就有了 所以 可以讓小熊的生存 以及德魯伊本身的傷害 再更傷一層肉 所以對於 被nerf了這麼久 而且都是暗改的 德魯伊來講 這次的buff真的是 謝天謝地啊 真的是謝天謝地啊 終於buff了 而且 有一點很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看德魯伊拿到的屬性 魔抗這種東西 魔抗 雙抗血量這種東西 基本上大家都有拿到這種 我們就不多提了 我們來看比較特別的 德魯伊有拿到法川 他有拿到法川 欸 德魯伊以前 傷害就是比較 被人家詬病是比較不夠的 拿到法川了 欸傷害up 那魔攻這個 攻擊力 大家也基本都有的 這東西我們就不再看 陳希有拿到攻擊力嗎 陳希好像沒有拿到攻擊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陳希坦型鬥士是當定的 坦型鬥士是當定的 真的是沒藥衣啊 那他有拿到魔攻 那拿到魔爆 等一下 法川 魔攻 魔爆 喔 德魯伊的傷害 直接 up up 雖然說啦 這些數值 可能真的是沒有 沒有多少 但是 我們可以看見的是 德魯伊的確有在傷害方面 在這次得到了 大大的buff 有得到的大buff 那其實 五百點法川 大概就是 三四 就是 至寶有法川 三四星的概念 至寶如果有法川 三四星的概念 大概就是五百法川 所以其實這個數值 是蠻可觀的啦 是蠻可觀的 那三百點的法報 三百點法報我就比較沒概念 三百點法報我是真的比較沒概念 那這邊還可以看到是在拿兩千點的智力 那智力同時影響的魔攻 智力系角色的物攻跟魔抗 所以可以看到是 小熊的法術方面 坦度更坦的 傷害進一步再提升 那 德魯伊本人的物攻提升 小熊也會得到屬性方面的 就是小熊是跟德魯伊分 就是他是照德魯伊的屬性的 所以德魯伊拿到智力 物攻提升 那換言之 就是等於小熊的物攻也會提升 所以這是環環相扣的 那拿甲跟生命這些雙抗生命 我就說雙抗生命這些 我們就不多說 這個大家都有了 不用特別講 所以 德魯伊這一次 從 這個寶藏研究所裡面 拿到的傷害 還真的是不少 還真的是不少 那雖然說他為人詬病的就是那個熊 熊在現在高難度環境下 一發就死 一發就死 跟他本人萃得不可思議 他本人萃得不可思議 那他本人萃得不可思議 從這一次拿到的6萬血 跟440點的雙抗 我覺得 幫助 仍然是不大 幫助仍然是不大 該死的還是會死 那但是傷害的部分 至少不會傷害炸下去 還是在抓羊 至少不會傷害炸下去 還是在抓羊 至少會有點數字出來了 而且就像我說的 小熊拿到了一個回血 小熊拿到了一個回血 跟從這裡 小熊又拿到了額外的物攻 小熊又拿到額外的物攻 所以其實這一次也是有buff到小熊的 所以 德魯伊經過了這麼多次暗感 終於迎來了一次有用的buff 真是太感動人心了 你說竹葉皮膚那個不算buff嗎 那個叫做弄出bug了改回來 那哪叫buff 先把你那幅的再buff 這叫buff 只是把你失去的還給你而已 那花季的就簡單多了 強制彌花綻放 就是它的大絕 迷亂時狀態時常跟上限再加一秒 就是原本上限7秒 那你可以撐到7秒 那我現在上限改成8秒 所以你可以撐到8秒 那我印象中 我記得好像是 四星白板花季 四星白板花季本身智力就足以撐滿7秒 就足以撐滿7秒 那個數字好像是2400智力 那個年代久遠 提督都快是4年前的產物了 花季雖然說可能是3年前 但是真的年代久遠 我已經忘記那時候看到數字多少 反正是2400的智力 就夠撐滿7秒了 那現在要撐滿8秒 要加多少屬性 我不確定 但是屬性這東西 當前來講不太難弄 我文章說 喊說要2400 我文章中喊說要2400 抱歉 真的沒有2400 那麼多 真的是弄不到2400 那後面喊說連12000都有沒有 不知道 在那喊2400 但是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各位說 很負責任的跟各位說 我個人 我個人的四星花季 個人四星花季 雖然有比較規格外的東西 有比較規格外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賽道的 這個真的是賽道的 有比較規格外的東西 但是四星花季 四星花季帶成寵的情況下 那一萬三一萬四的智力 一萬三一萬四的智力 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一萬四千一 一萬四千一的智力 對吧 一萬三對一萬四千一 一萬四千一的智力 所以要撐2400過後 難道要撐個一兩萬 才能再多一秒嗎 不可能吧 所以這個多那一秒 基本上你花季只要薪數夠 裝備有一定水準 那那個八秒是輕輕鬆鬆 就可以拿滿的 那不過 那不過花季現在就還是 卡在一個很尷尬的狀況就是 大絕 重複施放 那個控制不會刷新 所以變成說真的是 你得等 你得確定敵人花季 你才能再按大絕 那但是常常因為 反應比較慢的人 就會因為這個眼睛 到腦袋 腦袋再到手 這中間這一秒 系統那邊的敵人 可能就會出殺招了 可能就會出殺招了 就可能會出事 比較麻煩的是這樣 比較麻煩的是這樣 不然如果能連著控的話 花季這個大絕真的是 強到炸裂 變成就是在自動模式下 會有點白癡 那手動還是能自己用眼睛去抓的 還是能自己用眼睛去抓的 就是比較累 每次在打 每次在打那個 試煉之塔 等花孝 等花孝 一定要等花孝 不然那個控制就沒了 等花孝 真的是有夠可憐 那 這樣天賦出來之後 一定會有人問 那就跟技能一樣啊 哪個重要哪個先點 你要講清楚啊 哪個重要哪個先點 那我個人推薦的是 先點 就是如果你有時空閒者 如果你沒有時空閒者 時空這邊你是完全點不了的 你是完全點不了的 如果你有時空閒者 可以先點時空屏障出來 這個 這個技能真的是大大改變了 四星以下時空閒者的生存 大大改變四星以下時空閒者的生存 那 接著 我個人會推薦的是花季 花季多這一秒 多這一秒 幫助很大 幫助很大 如果你能再 如果你能做到手動 手動連續控制的狀況下 你這樣硬生生是多了兩秒 那個差距還真的蠻大的 還真的蠻大的 對於沒有刺意皮膚的人來說 這是更 這個buff真的是超級大buff 超級大buff 因為 其實我自己啦 我自己也有用分身去打過四鏈塔 在沒有刺意皮膚的情況下 真的就是 那個感覺就是 你的大絕早開了一點點 就是你知道我這個大絕 我只要當初開的時候再晚一點點 我的第二個花季大就跟得上 我的第二個花季大就跟得上 但是就是你早開了一點點 所以變成說你第二個花季大 在你往他頭上戳下去的那一刻 敵人的招已經打到你們的臉上了 已經打到臉上了 不是在飛的途中 那打到臉上傷害就出來 那就沒了 真的是 當初按的時候只要再慢個幾微秒的概念 你就可以讓他的招在途中 開出花季的大把他招給吃掉 沒有刺意皮膚的人 就會比較有這種狀況發生 變成說要抓的秒數要抓的更精確 要抓的更精確 那多了這一秒之後 幫助很大 我只能說這個幫助真的很大 那接著我個人推薦的是再來點小得的 小得這道補血補傷害 補血補傷害 最後才是承襲這兩點 最後才是承襲這兩點 那文章出來之後 就有個觀眾留言了 我覺得他他留言的很棒 我們先稱讚他 我覺得他留言很棒 對 那我先給他按個讚點個愛心 對忘記了他很棒 他說承襲經過這個系統 小技能加強 基本屬性 加血 加雙防 加破百散 加破百命中 根本質變了 這個觀眾值得稱讚 他有去看裡面的東西 有在做思考 值得稱讚 因為你知道老實說 我們這種做攻略的最怕的就是 最怕的就是 他什麼都不懂 他跑來問你 什麼東西好啊 我怎麼知道什麼 叫什麼東西好啊 雖然說目前有幾隻角色就是 我什麼都沒有 我要抽什麼好啊 滑稽老頭啦 那再下來咧 我怎麼知道你要打PVE 還是你要打PVP啊 那角色不一樣耶 你好歹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幹嘛啊 那所以這個觀眾 他可以說出他的見解 個人相當贊成 個人相當贊同的啦 那對於他的說法 我只能說 他說的對 屬性加的很棒 但是對於成欣來講 直辯了嗎 對於成欣來講 直辯了嗎 我個人是比較不認同 其實很多東西你去細看 你就會發現其實不怎樣 不怎樣 那首先我們講 從這個魔彈講起 魔彈的條件是 敵人貼你身 敵人貼你身 然後你可以去 你的技能可以判定到他的情況下 去打他把他擊退 對吧 是這樣吧 那這個魔彈還要是在惡魔狀況下 那惡魔狀況下 成欣在哪裡 在中排 意思是 你要讓成欣在中排 的時候 讓敵人貼到你的中排 然後你的成欣那邊 把他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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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好像有那邊怪怪的對吧 你要開放你的中排 讓敵人走進來A你 這聽起來就那裡怪怪的對吧 而且 剛剛我講到一個重點 那個敵人要是在技能可判定的情況下 什麼在技能可判定的情況下 現在有一堆 施放招的時候無法指定的畜生啊 現在有一堆放招無法指定的畜生啊 懂什麼意思吧 他直接進來把你人給養了 再出去 你的魔彈都彈不到他一下 所以這個強效魔彈很大很大的buff嗎 好像 我們不看環境不看敵人不看隊友 單看陳希來講 的確是個很大的buff 但是你在把現在的環境敵人拉進來 救命喔 這東西彈得到誰 這東西彈得到誰 很尷尬就是這樣 那再來強效聖恩 聖恩這東西 從以前到現在講到爛了 講到爛了 他可以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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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慢慢來的大傷 但是他擋不了那種 好幾下的小傷 他擋不了這種 他擋不了這種好幾下的小傷 那陳希是從什麼時候被人家發現 他對於多段傷害沒有抗性的呢 就是他的下一隻 他的後輩 第一個後輩 告死魔女 一出來人家就發現 要命 陳希扛不了告死魔女 所以那你說 這個強效聖恩 索寫從兩萬變成一萬五 那就是 原本的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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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擋三下的血量 現在可以擋四下了 好像聽起來很不錯嘛 33%m 對不對 33%m 就是多了三分之一嘛 但是現在的多段傷害多成這樣 你各位覺得 多這33%夠嗎 到一萬五 我個人還是覺得有點保留啦 到一萬五我就覺得 嗯 這個坦度應該是 很棒的提升喔 這個坦度應該是很棒的提升了 那倒是到一萬五 我還是持保留態度啦 還是會被當前這個 傷害多到不可思議的 多段傷害環境搞死啦 而且你看現在法師哪一個傷害不夠 哪一個傷害不多段的 哪一個傷害不多段的 而且 再來一個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聖恩這東西 它是 你能量要滿的情況下 被打中 你的能量滿出來了 多出來的能量 我會把你轉換成五千五的護盾 換言之 你要有能量 而且是滿能 才能有聖恩轉化的護盾 那不然就是被 不然就是一個鎖血而已 那現在 雖然說 扣能量的髒東西 比以前少多了 是真的 扣能量的髒東西 比以前少多了 是真的 但是 還是不少 還是不少 所以 變成說那五千五的盾 拿不太到 在被控的狀況下 拿不太到那五千五的護盾 就會變成說 這個技能少了一半的功能 少了一半的功能 就會變得比較尷尬 而且這個聖恩 還有另外一條更靠北的敘述 陳希的生命越高 傷害越高 那一條白癡敘述 還是到現在不肯改 可憐啊 可憐啊 我只能說可憐啊 那一樣 就像我講的 生命雙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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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 全世界都有 不需要特別講 不需要特別講 那陳希就是拿了 878的魔抗 跟一千三百多的物理護甲 算是蠻卓越 算是蠻卓越的提升 算是蠻卓越的提升的 那命中跟閃避 命中跟閃避 我覺得大家要 重點關注的是這兩點 就是前面這個878 跟這個一千三 跟這個兩萬點的生命 來我們看一下 兩萬點的生命buff 六萬點的生命buff 哈 哈 而且一個是法師 一個是 他把他搞成坦型鬥士 他把他搞成坦型鬥士的角色 那雖然說啦 一個是三點的 一個是一點的那個比例 好像的確是正確啦 但是 陳希子拿到兩萬血 哈 兩萬血 哈 多擋兩 多擋兩下傷害都不夠啊 多擋兩下傷害都不夠啊 你一下傷害是縮寫一萬五 哈 大哥 那 146點命中 跟117點閃避 這兩點 其實有一點 也是真的只有好看而已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陳希 我們來看一下陳希 那陳希這隻角色呢 就是早期混沌時期出的 那時候 標配 裝備的標配 還比較看不出來 所以那時候的角色的裝備 其實 你比較不會去關注說 他少了什麼東西 多了什麼東西 那時候比較不會講這個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陳希身為一隻敏捷系角色 他跟標配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希索這個是當前智利系的標配 那這個是陳希的配備 陳希的配備 那他有的是鏡子 鏡子有物攻、雙抗、物穿跟力量 那還有這個朱俠鋼藥 就是生命跟魔抗 所以抗打能力 他的抗打能力一流 物理傷害輸出部分 拿得更直接 那一般敏捷系角色拿的是什麼 藍袍跟藍腰 藍腰是生命雙抗 那幾乎等同於 幾乎等同於那塊盾牌了 所以藍腰跟盾牌差異比較小 我們暫且不論 差異比較小 我們暫且不論 那差異比較大的在這邊 藍袍是三屬 藍袍給的是三屬 那鏡子只有力量 那這邊給了雙抗 跟閃避 跟閃避 那鏡子給了什麼 物攻雙抗 雙抗也有 所以我們就不論 那力量這邊只有900點 但是因為是單屬900點 所以隔壁那個三屬 1200 1300點 那個我們就算了不跟他比 那我們這邊單就 呃 力量啦 力量拿的是血量跟生命 所以其實 跟隔壁鴻的那個藍袍比 物攻這邊因為有敏捷 敏捷本身有加零點幾的物攻 跟對敏捷角色來講 1點物攻 所以這邊損失了 損失了可能有700點的物攻吧 就是這邊少拿480敏捷 可能損失了700點物攻有 但是這邊有加300點物攻 嗯...不太對 不太對 不太對 所以舊屬性方面部分 藍袍對於晨曦來講 傷害方面 我們先不看這條物穿啦 先不看物穿啦 物穿加上去就比過了 齁 在不看物穿的情況下 那個表攻 藍袍是加的比較多的喔 表攻藍袍是加的比較多的喔 那最後就是最大差異 鏡子給的是120點的物穿 那就表示晨曦這貨就是要打兇了對吧 就是要打兇了對吧 你才給我這個物穿嘛對不對 那我犧牲的是什麼 我犧牲了藍袍的表攻 那我犧牲了智力的魔抗 雖然旁邊有一塊盾牌幫我補齊了啦 旁邊有一塊盾牌幫我補齊了啦 旁邊有一塊盾牌幫我補齊了 我損失了我的表攻 我損失了我的魔抗 那我還損失了什麼 我還損失了160點閃避 五星狀況下啦 我還損失了160點閃避啊 一隻敏捷角色 我損失了160點閃避 那你給我換來的東西是 要我打兇 你給我物穿 你要我打兇 好收到了 我要打兇 結果咧 結果咧 他這次給他補齊的東西是什麼 幾乎是生存層面的 連一點攻擊力都沒辦法加到啊 是吧 是吧 一點攻擊力都沒辦法加到啊 所以你說加了破白傘好厲害 我能跟你講破白傘的確很厲害 但是以晨曦這隻角色來講 這個破白傘就只是把他損失藍袍的閃避 還給他而已 就只是把他損失的藍袍閃避 還給他而已啊 他的磨抗也是加1300點啊 1300點雙抗啊 剛剛就想說好像少點一點 這117點閃避加回去 也就是把藍袍少的閃避還給他而已 就是讓晨曦從一隻跟力量系相比 有閃避 就是夾在力量系跟敏捷系中間的一隻角色 讓他回到敏捷系的標準線而已 那敏捷系的標準線的閃避 有很威猛嗎 沒有吧 沒有吧 我們會講閃避很強的還是那幾隻特化的 那個女王審判這種 那不然就是吸索期啊這種500閃的 那晨曦現在原本有多少閃避 晨曦我們剛剛看有多少閃 為什麼點那個老頭會一直講話 我不是點到老頭 那我們就來看晨曦啊 晨曦本身這邊屬性啊 本身這邊屬性閃避有多少 30加24啊 加24那邊我看一下 不是這個 那個神域是哪一個 神域按鈕是哪一個 神域是這一個吧 神域這邊 他是二盤 他是二盤 二盤這邊 二盤這邊沒有閃避 所以那應該是寵物裝備拿到的閃避吧 反正就是簡單來講 現在的晨曦就 對啊 24點閃避在這裡 24點閃避在這裡 晨曦這個人也就54點閃避而已 也就事情也就54點閃避而已 你看隔壁沙雕 隔壁沙雕閃避多少 150 那50點閃避 你再把這117點的閃避加回去 是不是150、160 而且我的沙雕是因為沒有乘寵 沒有乘寵 而且他正好就是沒有那件 沒有那件閃避的 所以他的閃避跟神域相比 如果啦 點到那個閃避了啦 加回去他的閃避會比沙雕高一點 那我們就拿這個四星沙雕來講就好了 請問四星沙雕閃避 你覺得很高嗎 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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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應該沒有人說過 四星沙雕閃避很高這件事吧 應該都是說 Squish被融化居多吧 那所以你說那閃避很多嗎 沒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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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把他從 就只是把他從人人都可以欺負的 超低閃避 拉到一個 力量吸不好欺負的 敏捷系閃避而已 所以這個一百點閃避真的是 沒有很多啊 沒有很多啊 那剩下的那個命中 那個命中 本身零命中 陳希本身零命中 戰神吊墜的補陣 跟裝備這邊應該有補陣 裝備這邊的補陣 讓他有了一百三十四點命中 堪堪可以跟那些敏捷 敏捷系角色 就是一般的 就是合成角的敏捷角 合成角的敏捷系角色的閃避 所以堪堪 批評 那通常啦 在陸服看資料的時候 命中等於閃避的狀況 會說是五五開 就是命中率算是五十五十 不是避重 閃避的機率還是存在的 所以 你的命中跟人家騎 其實還是不太夠 閃避的數值是大於命中的 所以你的命中跟人家騎 還是不太夠 而且我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跟 是跟合成的敏捷角來比 因為我有去看過了 那幾隻規格外的除外 五九零的敏捷角在五星的時候 可以來到兩百五到快三百的 兩百兩百到三百之間的閃避啊 所以以這個一百多的閃避來講 是拿那些人 打那些五九零的敏捷角 是不到五十八的命中率的喔 是不到五十八命中率的喔 那我們再看成熙這個 這邊八加了多少命中 一百四十六點 一百四十六點很明顯的 配合了他這邊一百三十四點 一百三十四點來到兩百八十點 那兩百八十點 他就可以拿五九零的敏捷角 五星五九零的敏捷角 有五五開的能力了 那也僅限於此了 也僅限於此了 就是我跟五九零敏捷系的 平均那個標準線 我有達到那個標準線 可以跟標準線五五開了 但也請此而已 對於那一些規格外的 他還是沒皮條 那另外再來講一點就是 晨熙最大的問題 現在晨熙的最大問題就是 他的buff部分 他的buff的部分 都在惡魔狀況 都在惡魔狀態 但是現在的晨熙 太容易 再開不到惡魔狀況二階 甚至不要說二階 很多時候 甚至連一階 都還開不出來 就暴斃了 那你在惡魔狀態 幫他加了這麼多buff 結果他開不出惡魔狀態 就暴斃了 甚至還給了他 這個可笑的皮膚 甚至還給他 這個可笑的皮膚 彷彿就在嘲笑著 這隻角色一樣 哈哈 沒人要 可憐 孤兒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 你在惡魔狀態 加了這麼多buff 那 可是他現在問題就是 他開不到惡魔狀態 然後 明明 你在 給裝的時候 你在給裝的時候 就已經 捨棄了他的生存 你在給裝的時候 就已經捨棄了他的生存 塔羅牌的地方 塔羅牌的地方 你也給了 很攻擊套的塔羅牌 甚至沒有節制 甚至沒有節制 這完全就是 叫你拿命去拼 暴力輸出的角色 暴力輸出的角色 雖然說 玩到後面 我們大概也知道 晨曦不能算是暴力輸出 只能算是 輸出行動式 只能算是輸出行動式 但是 這一次 這個天賦盤的加成 活生生 把 晨曦搞成一隻 坦行鬥士 而不是輸出行鬥士 這個就很奇怪 你說要補齊他的短板 但是 真的有讓他的短板 在現在環境補齊了嗎 沒有耶 還是很不耐打耶 還是很不耐打耶 我們剛說的加了1300的雙抗 加1300的雙抗 以現在晨曦 3900 4000的雙抗來講 來到5000抗 快5000抗 那快5000抗 有很多嗎 其實沒有耶 現在那些力量系五星 都有著6000抗耶 都有著6000的誤抗耶 那3000法抗 來到4000的法抗 法抗方面比較可觀一點了啦 被法系打壓這麼久 終於拿到了一點了 可是現在法系 法穿法暴高得跟鬼一樣 那個技能係數也是高得跟鬼一樣 真的啦 那些法系打完他的法抗 剛好就給他的 那個鎖血盾打 都夠啦 現在的法商絕對夠扣完他的法抗 還能打到他的鎖血盾的上限 絕對夠打 那在傷害又那麼多段的情況下 是問你晨曦你要扛住什麼 你要扛住什麼 你要扛住什麼 這一次唯一有幫他增加 實質增加他的攻擊面的 就是那146點的命中 那個魔彈就像我說的 現在有太多 太多無法指定的畜生了 你的魔彈要談誰 你談不到人的 你談不到人的 所以這一次 就是這一盤 唯一有幫他加到傷害部分的 就是那146點的命中 146點的命中 那現在晨曦 就是處於一個 我扛我也扛不住 我傷害 好啦傷害也不能說不夠啦 但是太平滑 我的傷害就是太平滑了 我實在打不出什麼巨量傷害 好啦可能是我的沒有五星 所以那個 惡魔狀態下沒有那個扶小之星 所以比較打不出傷害 但是就是現在晨曦要打出巨量傷害 太慢 太難 太慢太難 我還等扶小之星 咚掉下來命中敵人 然後我還要期待有暴擊 然後我的惡魔塔羅派 我還要夠傷害 撐得夠高 那蹦那一發下去 才有機會秒人 而且是秒一些 二星三星 非力量角的角色 才有機會蹦一發秒殺 那結果你現在給我buff了 你還有個buff了 反正我站不住嘛 我就拿命跟你拼了嘛 你結果你去buff了 我根本站不住的生存的部分 真的啦 你那幾個天賦點 你有給我物攻 給我物爆 我都當一回事 有給物攻 有給物爆 給敏捷 我都當一回事 結果咧 血量 雙抗 原本沒有 把原本沒有的閃避還回來 然後加了 真的唯一有用的命中 沒啦 所以 你說這個buff叫直辯嗎 我只能這樣舉例啦 我們有個成熙同學 平常考試都考40分 不要講40分太高太高 我們平常考試都考20分 今天他好棒 他考到80分了 他算不算大大的進步了 他絕對算大大的進步了 他進步了60分 這進步還能不大嗎 但是 你的同學都考100分 你的同學都考100分 甚至這一次 你的同學 有人100分之壞 還有額外才藝加分 額外才藝加分 超過100分 那請問 相比之下 陳希 成績爛不爛 爛啊 因為你的同學 考100分 超過100分 你只有考80分 哦 雖然說人家額外加分 這次可能加個1分2分 5分10分 陳希一口氣加了60分 可是 你加完分數你80分啊 人家100分100多分啊 是吧 哦天啊 等一下為什麼 我會講到快要哭出來啊 哦 講到快要哭出來 陳希怎麼這麼慘啊 哦 真的不是我要黑陳希啊 當初我也是 我也是推陳希推得很 很起勁的人啊 這怎麼會這麼慘啊 真是講一講 哦 不曉得是看太久 手機眼睛累了 還是真的是太慘了 快哭出來 反正我只能說 陳希這次的buff 完全buff不在點上啊 就是加了東西給他而已啊 有沒有用啊 我個人是覺得幾乎沒有用啊 幾乎沒有用啊 我只能這麼說啊 哦 真的是快哭出來 陳希真的是 有夠慘 有夠慘的一隻角色耶 大致上是這樣啊 好啦 這以上差不多就是 4月12到4月19之間 發生的事情 幫大家補一補補稱 哇 一小時長片 又 又搞個一小時長片出來啦 我的天啊 雖然後面有20分鐘都在講陳希啊 講到哭出來啊 真的是 唉 我真的是等一下 好啦 趕快結尾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 都可以幫我按讚 按訂閱和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樣我才能跟你們長片大論 感謝那位觀眾留言 我才能跟你們長片大論個20分鐘 好啦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會啦 掰掰